有人做过实验 将一块二类超导体冷却到临界温度以下 此时这块材料电阻为零 处于超导状态 如果把这块超导体置于磁铁圆盘的上方 无论平放还是倾斜 都能保持固定姿态悬浮 甚至在磁铁盘子的下方 也依旧能保持任意的距离和姿态 做无阻力的圆周运动 这种反直觉的定位能力 与超导体的特性有关 当第一类超导体在临界温度一下时 不仅电阻为零 当其身处的磁场强度在临界值以下 内部的磁场也为零 结果就是外来的磁场会绕过它 就像水流绕过石头 所以这种超导体无法卡在空中 而视频中的第二类超导体 由于其内部存在高密度的金格排列缺陷 这些缺陷允许外来的磁通线穿过其中 并通过与磁通线的相互作用 将体内的磁场定住 使磁通线无法在磁线中移动 形成了所谓的定扎效应 所以从外部看 磁通线大部分都绕过超导体 但进入和穿出金阵缺陷的磁通线 由于金阵缺陷造成的定扎效应 会再进入异端汇聚 而再穿出异端分散 形成数以亿计的微型漏斗 这些磁通线形成的漏斗 由于口大底小 对超导体的移动形成了阻挡 所以无论将超导体 置于磁场中的任何位置 都能克服重力保持固定姿态 看起来 这就是一列没有动力的磁悬浮火车 如果想让不使用轮子的磁悬浮火车前进 其实非常简单 一个电池头尾沾两个磁铁 放进铜丝缠绕的弹簧管子里 这就是直线电动机 此时 电池两头的磁铁与铜丝接触 使线圈接通了电池的正负极 而形成环形电流 生成了直线形磁场 正好和电池两头的小磁铁前膝后推 于是电池就辟颠的前进了 根据这些原理 由日本铁路公司研发的 使用电磁悬架EDSJR磁悬浮列车 在山梨线42公里的试验线路上 跑到了时速603公里 JR磁悬浮列车的原理十分有趣 车体转向架两侧安装有超导线圈 这些线圈是将很细的尼钛合金多芯电线 埋入黄铜制作的母线内 然后整体进入零下269度的液海中 使线圈进入超导状态 列车转向架上有橡胶小轮子接地 侧面除了超导线圈和液海压缩机 再没有其他东西 列车运行轨道两侧的垂直挡板里 各安装有两组线圈 靠外一层的环形线圈 以1000米为一组 通入变电站的三项交流电 从而形成波浪形向前运动的磁场 运动的磁场 切割转向架两侧的超导线圈 使线圈形成赶升电流 提供列车用电 赶升电流形成的磁场 不断受到后方而来的波浪形磁场前端的斥力 波浪超过转向架后 超导线圈又受到波浪形磁场后端的引力 就这么反复的又推又拉 列车就开始加速 此时转向架侧面的超导线圈的磁场 会切割轨道两侧 垂直挡板内层的八字形线圈 当转向架经过时 线圈里形成八字形赶升电流 从而形成上下两个方向相反的赶升磁场 因此对超导线圈的磁场形成了下推上拉制式 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50公里以上时 八字形线圈的赶升磁场已足够强大 便将车体像抬轿子一样抬离地面 离地高度大约10厘米 此时转向架上的橡胶小轮子便收回车体内 列车开始悬浮前进 该车的超导强磁线圈电压22000伏 是世界首个在列车上安装的高压超导线圈 而冷却线圈用的液海 吸热气化后 会被转向架上的压缩机 重新压缩回液态 因此能循环使用无需添加 我国使用液弹冷却的高温超导体磁悬浮列车 已经进入试验阶段 设计时速620公里 但使用成本比JR磁悬浮列车显著降低 而时速1000公里的真空管道磁悬浮列车 未来也将在神州大地纵横奔驰 到那时去机场的人 也许只是为了去参观一下传说中的飞机